你伤害了三号的感情 我跟你没玩 人格和人形是不能仅从学历反应 我没有这感觉啊 爱情 遭遇事业 你会放弃两个 老公就是男生 我看上去像好人 他看上去像坏人 沉重的记忆 你能抛除掉吗 那你的心动女生是中国人吗 这个是一个秘密 可是今天的签索成功了那就不办 我即将在两个月之后 推出我的第一张课程赚取 这个是为什么呢 步步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即将播出 敬请期待 欢迎来到周遂学随身而言 步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孟飞 欢迎收看步步高音乐手机《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飞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 做主持人呢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小福利 比如说观众喜欢你的节目 经常就会有人给你寄一些小礼物来 开播这么长时间 我乐家黄汉 我们经常收到一些 观众寄来的送来的礼物 比如说一本书啊 一张光盘啊 什么花啊之类的 最近有观众送了三条项链 上面印着《非诚勿扰》的那个项链 乐老师介绍一下 就这个现在 带在黄奶奶脖子上戴的 这个《非诚勿扰》的 送什么东西材料做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理清情义重 代表了这封情义 内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也是我想说的话 对于观众给我们送的一些 一些纪念品啊什么的 我们都非常高兴 但是我们特别不鼓励 观众送比较贵重的那些东西来 还是刚才乐老师那句话 礼物代表的是一份心意 我们表示感谢 能够回报观众的是 我们做好每一期节目 有请今晚啊 对美丽的单身女生 对美丽的单身女生 女嘉宾21号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21号郭媛媛 来自北京 我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 一位有情的男士牵着我的手 陪我走下去 谢谢 欢迎你 我们的奖励规则不变 男嘉宾第一轮亮相 获得22盏以上的亮灯 当她牵手女嘉宾离开的时候 都将获得一粒果汁优算术 提供的夏威夷水果浪漫之旅 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之后 都将获得奥康鞋业特别提供的 时尚情侣鞋 作为爱情纪念 在《非诚勿扰》节目当中 没有牵手成功的男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邮箱 将出现在我们节目最后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各位做好准备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各位老师好 二十位女嘉宾好 在场观众你们好 我叫张文博来自大连 今年32岁 张文博欢迎你 我怎么看他从那电梯里出来走道的时候 那么累啊 你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吗 太喜欢了 太喜欢了 我觉得他休息还可以 你平常讲话的时候都是 可能是一个小习惯的 照眉头是习惯 对对对对 好 那就好 看看24位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你这笑起来挺可爱的 再看会儿 你在跟谁泡妹眼 我让你再看会儿 你跟那边眨巴眼 你看你跟谁 我真的不能说 要保持有神秘感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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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儿 对不住 没电了 真的 换一个有电的来 弄了半天 我太悲了 我太悲惨了 对 对 对 24位女生对第一位亮相的男嘉宾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这个情况我估计到了 你看的时候 你就挂钉着那边看 就不往这边看 事实证明 下半区的女生用选票告诉你 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看灭了多少 那边只有11号灭灯 这边大概就有三个人留着灯了 看的时候嘛 都照顾着看一点嘛 用话总说话 我觉得我还是很有人气的 起码这边全搞定了 但是这边没搞定 我来问问 21号灭灯的原因 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因素吗 因为他刚才一直看着那边 我看都没怎么看我们这边 然后他一上来的时候 他眼睛一直眨啊眨的 你是眼睛有问题吗 眼睛没问题真的 两眼1.5 我说的不是你的眼神有没有问题 我说你是眼睛有问题吗 我好像是没有 谢谢 不好意思 18号为什么灭灯 我特别注重男生的声音 你说话我不太喜欢你的声音 不好意思 我觉得声音蛮有实性的 不是这个问题 就是每个人的像身为观不一样 然后对声音有助也不一样 就是不喜欢你的声音 那没事 你好像眼神睡着 你怎么看人在思考的时候 会睡着 我觉得我可能习惯了吧 我就可能是这样我觉得 他不是皱眉头 他皱鼻头 对 他皱鼻子 皱鼻子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 就到目前为止 我能想到的一个字就是汗 而且还厚 5号 你对他的印象 再看看吧 觉得还蛮北方的 好 再看看好吗 来看他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张伯伯 他们说我咋像没行我 你觉得像吗 我从大一辈子到现在 一直从事软件开发 这个好业 东北人性格都比较豪爽 但是我觉得我更有一点 江南男人那种温柔和体贴 但是我又有一些西方人的浪漫 所以我自己觉得吧 我有一种东方人的含蓄加西方人的热情和浪漫 我平时吧 比较喜欢做饭 然后江南开基本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做的最好的就是红黄肉和拉肠鲜 哇 太香了 还有刚才那片子里面 你对自己的评价 觉得你还有江南男人的气质 有人看出来吗 他说你看不出来 他说的是体贴和细致 看恐怕也看不出来 我觉得黄老师说的比较对 对 看是看不出来 要用过才对 谁怕你 你就说谁说的对 没有 真的没有 6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看一下你的性格 再加上微星亚讲呢 你是做软件开发的 但感觉你人好像没有那么严谨 挺散漫的感觉 我觉得我做这张 这个软件开发 我觉得人可能就是逻辑视为特别好 然后做事比较稷 但是我这人性格就是比较活泼开朗 因为我觉得在公司里 如果他也没有活泼开朗的气氛 我觉得我可能交流上 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 这个人不可貌相 你看这哥们这一样吧 长得挺像在街上卖光盘的 但实际上人家是搞软件开发的 来看下一条短片 我以前就是有一段 失败的回忆吧 以前的那个那一半呢 他脾气比较暴躁 然后我的性格 其实大家看里面 我性格特别活泼 但是我以前属于那种内向的 然后在一起就是生活在一起 有一次我被疯了的感觉 所以说我就结束了第一段婚姻 想找一个就是性格开朗的 勃勃的女生 只要他不内向就好 起码他会给我点发应 但我知道我下句话该说什么 比较关注三号女嘉宾的外选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说话 特别好听 然后气质特别符合我 我还看到了三号女嘉宾是 营养研究员吧 营养专家吧 然后我希望如果要是 有可能跟他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饮食方面应该 搭配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说我希望三号女嘉宾 更好地关注我 虽然灯都灭了 但是我还想耽误点时间问一下 我怎么就一点都看不出来 三号跟你合适呢 其实我觉得我蛮喜欢他声音的 你喜欢他声音 对对对 人家也不喜欢你 对那这样吧 你还说你觉得你比较喜欢 他喜欢他那个气质 你能不能大概说一下 他什么气质 描述一下 三号的气质是 我觉得有点古典和高雅之类的 那个气质 你的德志体美劳 全面均衡发展吗 我觉得一般要特高尚 我就是圣人的 那不行 不够高尚 达不到道德水准的要求 那我们既然都说到这了 我们就来看看 这哥们的心动女生是谁 你看这事有意思吧 你看他的短片嘛 就在说那个说三号 我们都认为这一点悬念都没有了 对看着 奔着三号来的 最后弄了半天 他选的是五号 对这个事我们得把它 你也把它说清楚 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你在短片里边说喜欢三号 你伤害了三号的感情 三号你想干什么 我想跟乐嘉老师说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 但是我觉得看了五号 我看了几期之后 我觉得特有感觉那种的 那你刚才在上面说三号那些话 你说给谁听的 你是两手准备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两手准备两手准备 我明白了 他还两手准备 在白天 在白天你脑子清楚的时候喜欢五号 在夜晚昏迷的时候喜欢三号 哎呀好 黄老师 能不能 对能不能说 那你觉得三号跟五号的区别是什么 五号跟三号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五号更给我一种亲近感吧 其实他们两个最大的差别 五号是人 三号是仙 是这个意思吗 那我更喜欢人 好好好 不错 不错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 以这种选择方式也给我们眼前一亮 以前从来没有 哪个男嘉宾在短片里边说 我特别喜欢谁是谁 一上来心动女生一定是他 我们现在发现 其实有男嘉宾是做两手准备的 好 再见 孟非老师说的 和那嘉老师说的也对 其实我 三号给人有 特完美 像仙女那种的 但是五号给人那种 特 平一见人 有点是人 但是我 更希望找人 但我不希望找 陷 因为我不是深陷 所以你觉得他过分吗 刚才明明都认为是三号 结果选了个五号 这个伤害的性感 其实他 其实我觉得他 客观地来说一句 我觉得他还是挺 有一些很多优点 挺让人欣赏的 只是 我相信他在台上 虽然没有带走他想要带走的人 但是他在台下 会有更多的机会 就是说 他的幸福 这番话是我等会要听的 好吧 你别把我的唇说光了 我可以理解为 他就是说 他在没有见到你之前 他把你幻化得非常美好 一来到你面前 一下子就觉得特别的自卑 觉得完全配不上你 所以就转而选择 一个比较差的一个五号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理论上是 这样解释可以解释得好 来来来 你 我们就问一下五号 对于刚才这个小变化 你的感受是 挺逗的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杨春龙 我英文名字叫做Penny 很高兴见到大家 欢迎这位来自百合网的朋友 杨春龙 欢迎你 我有一点小小的礼物 要送给三位老师 还有24位女嘉宾的 现在都搞这套 都喜欢行贿了吗 我就不错你这种话 我就挺高兴的 首先呢 这三个是那个 润喉的那个糖果 我觉得三位老师 每天都必须要说很多的话 然后我觉得这个 对你们就是平常的时候 可以稍微舒服一点 很贴心 刚才上台之前 他还在抱怨 说没有人给他买糖了现在 马上就有了 真的 我不骗你 下来之前嗓子不舒服 我还跟他们要呢 对 今天天气特别不好 然后只有你要到了 我和乐老师都没拿到糖 我马上送过来 对 马上也送过来 好 我送过去啊 好 谢谢大姐 谢谢你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当中 最需要吃这个的是乐老师 因为他说话比较多 他说的对不对 以前有一些小糖果是送来 24位女嘉宾的 可以现在过去吗 好 谢谢 给你吃一粒 味道还不错的 我待会儿吃吧 等你吃完他就送完了 你吃 可以吃啊 抓紧吃 我嘴里也要一块 其实我估计啊 男嘉宾送这一项礼物送过来 他是想找一个机会 和近距离地观察你们 我嘴里现在有一颗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味道真的很好啊 感觉可以啊 好 看看24位女生 刚才也都近距离地观察过了 24位女生对杨春龙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也不出乎预料 因为在这之前呢 凡是给女孩带礼物的 基本上第一轮都留着 但是这和你最后 能不能带走一个女孩 没多大关系 问一下18号 我没登到原因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其实我对您 印象还蛮好的 您挺设计的 然后给我们带了小礼物 但是我不太喜欢 穿着你的裤子 有点 我不太喜欢 不好意思 好 没问题 谢谢 先看她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杨春龙 英文名字开宁 我现在从事电子行业的工作 我出生在香港 留学在英国 2007年英国大学毕业之后 我回到香港 做了文武双全的一个工作 文方面 我回到我的母校 当了老师 在武方面 我后来加入了香港海关 我记得很多人都会说 过海关的时候特别紧张 我们工作的时候 真的是以貌取人 一般情况底下 我们南下的人 都比较特别 可能头发 可能是你的眼神 可能是你的穿着 举个例子说 现场的孟非老师 跟乐嘉老师 两个人一起过关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 把乐嘉老师留下来 把孟非老师放过去 这个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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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是为什么呢 你今天必须给个合理的说法 其实这样的 就是说稍微说一下 其实你说正统的一个方法 是没有的 就是做海关这方面 特别在过关的时候 因为我在那个香港机场里面 有值班过 然后就是说你过关的时候 我们观察人 第一就是穿着 第二眼神 眼神没得骗人的 这个世界上 我估计只有一种人 可以用眼神骗人 就是特工 对 那么你这样吧 你直接告诉我 我的眼神看上去像什么东西 他看上去 是这样的 就是孟非老师 看起来会比较稳重一点 然后我不是说 乐嘉老师不稳重 我不是说 就是说你看起来的 那个就是会很机灵 然后这个方面就是说 每一些 有一些不太好的方面 都会从这个而产生出来 他说话 措辞非常费劲 简单点说 老百姓都听得懂的话是 我看上去像好人 他看上去像坏人 是这意思吧 虽然大家都觉得 乐嘉老师长得比我帅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看看我们这张脸 一脸正气 我是真被拦过的 而且我屡次被拦 所以我很愤怒你知道吗 我很愤怒 然后我 然后我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拦下来 他们就给我一个回答 抽茶 我说你干嘛不抽别人抽好多 对 没错 这个是很官方的说法 也是必须要这样说的 因为他在小眼睛里边 放射出邪恶的光芒 12号 嘉宾你好 你好 你觉得我出关方便吗 我 出关就是 出关的意思是 你很担心这事吗 不是 我就是想说 我经常出国演出嘛 对 然后 其实人家看我外表 觉得挺像一个 女透 我不像女透 没有 你是会给拦下来的 不是 对 我拎着一把二胡 二胡盒子不是长型的吗 对 然后人家以为我拎着机关枪呢 对 然后就叫检查 然后就把它 把那个盒子打开来 然后把二胡拿出来 然后 拉一端二胡 我以为拿一个锯子 先把它锯开 咔 撇开来看看 你二胡 然后外国人就说 哎呀 good good 什么艺术家 然后就放我通行了 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 不知道你去的国家是什么国家 如果你去德国的话 是必须检查的 谢谢 你在海关工作 你查到过毒品之类的吗 有 查到过多少 一千万的毒品 价值一千万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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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的 对 就是那个Cocaine 那个 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说 海洛因 对 海洛因 对 没错 好的 来看下一条短片 我个人希望未来的另一半 我个人希望未来的另一半 身高是会在1米65左右 对方可以是长头发 我觉得婚姻必须建立在爱情上 爱情在婚姻里面占了一个很大重要 生活工作都可以去规划 而且要规划得很好 不过感情这事情 我不赞同规划 我觉得有很多人会说 我半年之后要结婚 半年之后要生日来 没有人敢在这个世界上说 我对这段感情是这样规划 就必须这样去完成 对方也会这样去跟你去想像 个人都说我不是不赞同这样 我不知道在场的女嘉宾 会不会有跟我相同的想法呢 另外我也想问一下乐嘉老师 在这方面 你觉得感情 爱情 婚姻可以规划吗 来 乐老师先回答一下吧 可以规划吗 你前面自己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你前面自己讲的话你还记得吗 记得 需要在你这确认一下 婚姻可以规划 明白 情感很难 可遇而不可求 对 没错 就有人就说吧 那个婚姻要长久 你就要把最初的爱情变成亲情 然后你这里呢 就特别强调婚姻再久 那个爱情也必须要保持着 对 没错 我就不大了解 那亲情和爱情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个长久了之后的爱情到底是什么 两个人五六十岁了的时候 爱情是什么 我个人来说我感觉就是说 我们两个 这样吧 对不起 这个问题真的很不好回答 你与其费那么大劲 讲不到点上 你还不是说我没结过婚我不知道 确实也是这样 对 其实我只是想说我不大能同意你的观点 我还是 她哪个 她哪个观点啊 就是说一定要在婚姻当中保留着那个爱情 我就觉得其实这些东西都差不多 其实刚才黄老师这个话 已经非常无奈地告诉了你 她的婚姻目前已经其实没什么爱情了 她 她 她其实是要不要婉转的 这个我不太同意 所以她被海关扣下来的 不行 眼神邪恶 这个心里边也邪恶 心里也邪恶 24号有问题是吗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其实我不太赞同你的观点 是因为我觉得婚姻对于我来说 在我看来 是因为就是两个人没有选关系 徐徐明明一直倒到最后 就是没有选关系的新人 所以一个爱情保鲜期 在我看来最长时间也就是一年 如果过了一年以后 我觉得大家在一起是 不能说是心情 而是习惯 关于这个所谓爱情保鲜期的说法 有很多种 你能在报纸上啊 杂志上啊 网上能看到很多版本 其中有一个说得挺玄乎的 是英国的社会学家 研究出来了 所谓的爱情21天保鲜理论 你听说过吗 英国的有一帮这个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研究说 男女之间的爱情 他们经过研究证明 只有21天 从第22天开始 那东西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 一加之说啊 都别往心里去 听听就好 我只是个人的观点 对对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对这事看 来看他第三条段片 生活上 他是我们所有朋友圈子里面 公认的IT数码高手 非常的有爱心 时常会给你 真的很多惊喜和温暖的一个人 有些时候我们女孩子 穿得漂亮一点 其实真的很希望别人的关注 你会发现 他一定会在背后 一定会告诉你 你真的很漂亮 让你感觉到很温暖 非常好 那他应该是一个机器 应该好好把握了 15号 有问题吗 我就是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采访朋友的时候 都是说那你的优点 你的缺点是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说一条 你的缺点 对 其实我个人的缺点就是 有时候洗澡的时间比较长 这方面我觉得这个需要去改善 多多长 多长 可能比一般人长个10分钟 半个小时这样子吧 要洗半个钟头 那个时间跟发海参差不多 对 2号 你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个 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就是 请问你想要几个宝宝呢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对 先女后男 那这个怎么规定的 这个能规划吗 这事能规划 这个字冤枉吗 希望 希望 就是好字是吧 没错 没错 好 谢谢你 我支持你 1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就是在跟小路要有男朋友 我肯定吃醋吃得特别厉害 你在意我去查你的手机吗 而且我一分钟之内 能把你的就是所有资料看一遍 分析出哪个人 哪个人跟你有猫腻 对吧 对 您会在意我 就是有一点点小心眼 在就恋爱之后查您的东西 这不是小心眼 这是非常恶毒的做法 这是乐师傅特别不能接受的 最不能接受的 那我乐老师一说这个 我就要支持女嘉宾 我觉得这是挺有必要的 忍不住 真忍不住 你直接回答他 你介意吗 不介意 好的 好 恭喜你 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有请1号 2号 我们现在来看杨春龙的心动女生是 13号 王菲义有请 3个女生有实项基本资料 你选一下继续了解 10号 最不能忍受男性的缺点 好 来看3个女生的回答 1号 讨厌懒惰 不孝顺 不讲卫生的男生 这哥们洗脚能洗半个钟头 估计挺讲卫生的 谢谢 13号 讨厌花心个人 卫生脏乱小气 爱算计的男生 2号 讨厌小气 有体味的男生 好 好 明白 接下来你选择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继续了解 刚才选的就是 最不能接受男孩子的那个缺点 就是说 我想也想知道说 自己的 个人方面的一些小缺点是什么呢 你是说他们三个 对 没错 对 谁先回答 从左到右吧 你是问缺点 还是问小缺点 都行 就你们选一个 张思思刚才说的想查手机 这算不算 肯定得算缺点 不够大气吧 这个不是 这个我感觉是一个关心 而且我特别多愁善感 没法隐藏自己的情绪 高兴就高兴 不高兴就特别不高兴 你多愁善感到什么程度 窗外一下雨 你就跟着哭 不是 我看见有小猫什么 我就会哭 对 它情绪波动比较大 不要紧 因为我看见以前看有一只小猫被撞死 然后我就 当时特别难受 我就觉得 这个小猫 虽然已经不知道疼不疼 但是她的朋友也在找她 不知道她干嘛 哎哟 这么神经质的人呢 你三个 我其实是个比较以工作为重的女孩子 如果是感情和工作 我应该是优先选择工作的 谢谢 你好明白 二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看上去比较活泼开朗 但是有时候跟在交往的时候呢 有时候就面子上过去了就过去了 我可能没跟你说 但是事后我可能会发短信 或者第二次再告诉你 在前一次的时候 有个地方我其实不太高兴了 这就算旧账 翻旧账 明白 所以说你五年前的3月27号下午3点 那倒没有 这样记性也很好 好 三位女生都回答完了 你最后的问题 做出最后的决定 如果坚持选择13号 有可能被拒绝 你独自离开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顺利带走一位 你的决定是 可以 恭喜你 恭喜 恭喜他们获得了 伊地果汁优酸乳提供的 夏威夷甜蜜之旅和奥康鞋也提供的 时尚情侣鞋 中国的意义很重大 代表我们的开始 也是很甜甜蜜蜜的开始 从来她是我特别大的缘分 她也在英国留学过 我也是在澳洲 我们很有共同语言 绝对不能放过这个缘分 我按四位姐妹 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一号张苏思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嘉宾 我特别喜欢听她说话 而且我个人还特别有一个小念头 我特别想哪天录完节目 约她出去打一次乒乓球 这事我埋在心里想了好久 我总在想 下一次录完节目再说 没机会了 现在不能直接做了 现在要要她的话 要问那个杨 问杨春龙有没有时间 好 我们很期待 哪天在看乒乓球比赛的时候 能在赛场看到 张苏思的身影 祝福他们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三位老师 现场观众 排场24位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王文璞 来自成都 王文璞 欢迎你 看看场上24位女生 最喜欢哪一位 24位女生 对王文璞的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5号灭灯的原因 我喜欢在见长一些的男生 我也喜欢那种小扰逆人的感觉 不过这个男嘉宾 恐怕还不够能给我那种感觉 我们来看他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是王文璞 目前在成都工作 认知一家IT公司的老总 同时和朋友合伙 投资了一个音响分光公司 别以为我是一个很现实的生意人 年轻时我有很多梦想 曾经走遍我大部分中国 在北京起见来 我背一本书 马力豪的走过西藏 深深所吸引 就和一群志同大国的朋友 背起行囊 到了拉萨 开了一间别局一格的酒吧 我还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契约 我有全套的专业装备 还组织了自己的自行车队 你看我的样子 看我的身材 你肯定猜不到我在哪里 起司 当时存在三种人 在我的身上一直保留着 三种人的实在梗子与诚信 做人事业 做生意事业 找女朋友也是这样 我听你那口音怎么听 都是纯正的四川人 那家四川人 待 待得太小活过 对 那口音 有点变 有点变 那四川的口音 四川人口音不太容易变 你知道 你知道我是哪儿人吗 重庆人 对啊 所以我特别知道 四川这语言习惯挺难改变的 但是我觉得重庆人 孟非老师长得好像是 有点南京话哟 对 南京说明 他是南京和重庆的杂交品种 你可以这样说 乐嘉老师好像也 替我手自网上也是陕西人 但是 一直讲的上海话 我就不会说他是陕西和上海杂交的 对吧 说明我是个厚道人 19号 男嘉宾 男嘉宾 你好 我曾经去过成都 然后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 但是刚才看你的VCR 你说你曾经开酒吧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介不介意你的女朋友 会偶尔去酒吧玩呢 不介意 他的偶尔实际上是指一个月有28到29天在酒吧 你介意吗 玩可以 但是别玩得太晚 可能说12点之前回家就可以 你刚说不要太晚 他认为的不要太晚是指凌晨5点之前回家 你介意吗 那肯定介意 非常介意 好 来看下一条短片 我曾经有过一次婚姻的经历 我原先的太太去一门 拉萨旅行 在我的酒吧里相识 当时我觉得我从内心第一点 就认定我将来要娶她 我们结婚8年 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听到我们全家走上认识 我们结婚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一件让我痛痴一生的事 那天晚上她开着车 我坐在副驾驶上 当灾难来人的时候 她一把发像把我送上了安全的发像 而她却永远地离开了我 当那个医生宣布说已经死亡的时候嘛 她就笨着就是摟着窗户就过去了 她就说她走了我也不活了 那是她胳膊的蜡烛 七天七夜只喝了两瓶水 满脑子都是我太太的一个身影 更让我痛苦的是 怎么样面临我年幼的儿子 一天专门带她去娱乐场 在她心情高兴的时候 给她说 儿子 妈妈确实去世了 我们俩都要坚强 喂 喂儿子 爸爸 哎儿子 儿子乖不乖儿子 啊 那个爸爸给你上了件事情 好不好儿子 嗯 上一次你记得吗 妈妈我们一起去看那个节目 那个《非诚勿扰》那个节目 爸爸要上那个电视 你知不知知爸爸来 知不知啊 哎呀我儿子真乖 你喜欢什么样的阿姨嘛 发生随便嘛 随便啊 发生了 就是我对我挺有反慨的 我觉得人生的这种悲剧 挺让人唏嘘于不已的同时 我也觉得挺欣慰的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经历过这种 人生惨剧的人 都能够有勇气和那种坚强 站在这里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我看过这样一个报道 就是有一些中年啊 上子的那个夫妻 他们往往一辈子都走不出来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走出悲剧的时候 会有一种自我的主抗 自我抗拒 但是我就这么想 我们的爱人 他们爱我们 给我们爱 甚至用他们的生命来 保卫我们的生命 更多的真的不是要我们去缅怀 和永远的 永远的缅怀和感激他 是要我们有一种 更快乐和幸福的生活 他面临的主抗 比上次 要大得多 那个小伙子要大得多得多 上次那个小伙子可以说是天灾 但是 这位兄弟要面临的最大的主抗是说 在最后关头 是为了救他的命而走掉的 所以他走上这个舞台来 需要的勇气和对于过去 有一个彻底的认知 以及对于未来有一个展望 难度比前一个比较大很多 所以刚才黄老师讲那个话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流程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放一条片子 然后女嘉宾提问 现在还有三盏灯 我有一个建议 能不能在我问你们三位之前 我们接着把下面的片子看完之后 我们再提问好吗 来 下一条灯 我太太比我小九岁了 宽洁又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我确实不想对当时 怎么面对我的岳父岳母 他们反而却安慰我说 人走了就走了 活着的人要坚强 要继续活下去 对他们这个对我的大爱 我无以回报 我对自己发誓 我的岳父岳母 这么爱我 这么疼我 我将来会把他们供养到来 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 给他们晚年为幸福 当时出了事之后 他把他以前的公司 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东西 全部给了他的岳父岳母 他自己没有一分钱 又从零开始办成了他的公司 我心目中的留下女生 最主要一点要孝顺 希望你将来能 我们共同给他一个最幸福的晚年 第二点 我希望你能疼孩子 找一个能对孩子好的 就是不在意他带个孩子的 他们到时候就是组成一个家庭 谢谢你父母的过一辈子 文博 我想你在来这个舞台之前 我估计你应该 有可能会有一个判断 很多女孩 在道德的高度上被嫁起来 就会特别特别的感动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会牵涉到一个两难的一个选择 一方面呢 在道德上觉得 哎呀 应该做些什么 但另外一个方面 人的本能反应 在现实上面 你看你 这么沉重的一个记忆 你能抛除掉吗 你把你所有的家产 现在全部 你做的没有错啊 全部给了前妻和照顾他的父母 那以后我们的过日子怎么办 以后我跟你过的话 还要跟你前妻的老爸老妈来进行相处 那我应该该跟他怎么相处呢 就会牵涉到一系列的问题 我想今天你来 对这个一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个经济上将来可能跟着我是不存在的 因为有公司的话 像包括现在 还是经济动股还是可以的 一年可能有一千多万的收入 将来可能担心的问题是 几个家庭在一起 那种老人的精神上的一个纠结 最主要是找到可能将来一个女士的话 会承担这样精神上的 中国的社会可能几个家庭在一起 老年人与老年人之间有很多问题 可能是年轻人不能忍受的 这种的 我想问一下两位老人身体还好吧 还好 他们鼓励我找到 所以我要 就是你来到这里 两位老人知道 你征求过他们意见 没有 他是鼓励让我去在 在 你对于今天的结局有预测吗 我想应该有吧 好 其实我想告诉你的事情是 我们的编导在看了你的资料 包括我们在准备今天这档节目的时候 我们分析了一下 以你现在的一切的综合条件 今天场上24位女生当中 也确实未必 刚才两位老师已经说到了 未必有哪一位 就真的特别适合你现在的状况 但是我们考虑的 愿意让你来到《非诚勿扰》这个舞台 更重要的是 因为这个节目 我们更希望是在这个节目播出以后 你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之外 能够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和可能 谢谢 你明白我们的考虑 谢谢 我不能确定你最后 最终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伴侣 陪伴你后半生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 你前妻在天之灵 一定希望看到你幸福 谢谢 谢谢 我也特别想跟你握一下手 我想你给我一些你的坚强 我给你我的祝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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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头一步是孤独 我来这个节目 欢不忘记说一句话 要向她前妻致敬 这个在小说里面 电视上面看到很多 听过很多 现实生活当中见到 还是会有很多感受 刚才她离开的时候 这首歌的歌词 往前一步是幸福 放在这里是那么的贴谢 往前一步对她来说 是那么的重要 如果想了解更多 如果想了解更多 关于我们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 81112加女嘉宾面号 发送到10666666620 或者直接登录不不高 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但是我们最希望的 还是你们能够 通过各种报名方式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来 追求你们的幸福 回请下一位男嘉宾 现场24位女嘉宾 三位老师 大家好 我名字叫李帅 我来自美国 今年有29岁了 谢谢 欢迎这位来自百合网的朋友 李帅 欢迎你 谢谢 他带了礼物的 对 对 这是我自己做的 关于中国的挂历 挂历 2011年的 你是要送给 这些24位美女 好 快去 他迈着轻盈的步伐 这老美也知道上来要带点礼物 看来她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这你可以是不是归纳为是第一个送礼物的外国男嘉宾 应该是 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我统计不了 但是好像美国的男嘉宾 送礼物的好像就他一个 前面两个没有 我还有三分 就是送给你们三位老师 对 我一直在看 好 这三分是我们三个的是吧 那三个也是我们的吧 我是在看地上那三个 对 那个好像之前一点我记得 我再送一面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可能是宜兴的茶壶 对 我就在宜兴大城市 送你一个 送你一个 一个茶壶 这是我的 一个茶壶 哎呀 我每次问你 我问这话就是 显得我特别贪财是吧 我以后家里边 如果《非诚勿扰》这节目 我再干个十年的话 我得换套房子 我弄一个房间 打上柜子 把我在《非诚勿扰》这十年 收到男嘉宾送我的东西 都弄在一起 晚年的时候 看看的时候 特别欣慰 欣慰 这个礼物很容易理解 然后选一个茶壶 宜兴的茶壶来送 你是就说我来自宜兴 我住在宜兴 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已经把自己 当成了宜兴人 对 我很感谢宜兴 因为在宜兴 我有很多朋友 而且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我会常住在那里 今天 今天这期节目 宜兴市委书记一定会看的 你明白市委书记是什么吗 市长 市长 说市长好厉害 市长知道吗 就是你在他们说这话的时候 宜兴的市长在家里面 看了这片子 节目会特别高兴 你从这回宜兴的时候啊 宜兴市长弄不好 会去吃饭 你办法你的名誉市民的称号 我们刷几时间干我们的事 看看24位女生最喜欢哪一位 可以 每次在有老外选心动女生的时候 我就特别在意这事儿 我就特别想知道 在他们的眼光当中 中国女人的这个 他们觉得 他们的审美是个什么样吧 结果你发现他们的标准 跟国人的标准差不多吗 还是相差很大 对 我不好说 24位女生对李帅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13号 男嘉宾 尽管男人手短 但是外界人事真的不是我的菜 谢谢 我问一下你的名字 这中国名字是谁自己起的 不是自己起的 谁 我来中国 我第一个中国朋友 在山东省给我起的 李帅 不是细帅的帅 帅哥的帅 还会俏皮话 不是细帅的帅 好 我们来看他基本资料 你好 我的名字叫李帅 英文名字叫nate 我来自美国 在美国的时候 我是一名空军 现在我在中国已经三年了 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所以我决定留在这儿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英语老师 这是我的工作 我爱我的工作 我爱我的学生 我觉得美国人和中国人 有很多方面很像 我们都爱家 爱自己的朋友们 很多人都以为外国人很开放 外国人都喜欢很开放的女孩 我其实不是那样 我很喜欢传统的女孩 我不喜欢那个女孩经常抽烟 喝酒 说脏话什么的 大部分人都认为 分手之后不会再联络了 但是我跟我前女友的妈妈 还是好朋友 哎呀 我觉得这个《非诚勿扰》这个舞台啊 真是越来越大 前不久来过一个中国退役海军 现在来了一个美国退役空军 还不知道有多少种职业会来 哎 我特别好奇一事儿 你在美军服役的时候 都主要干些什么 如果不保密的话 你就跟我们讲一讲 如果不保密的话 保密 保密 不是保密 如果可以说 就如果你方便说的话 你在空军都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我在那个C-130飞机 飞机飞的时候我也飞 不过我不是开飞机的 我在飞机的后面 你在飞机 NN拍东西什么的 哦 C-130 对 这是一个大型运输机 他在运输机上的那个餐厅里面负责做菜 18号 乌克兰 来自乌克兰 乌克兰 欢迎你 好 谢谢 所以我 哎 人家说美国人的性格就是 到哪儿都是主人 我 我是觉得 他已经把中国当作他的家乡了 我觉得自己现在百分之五十就是中国人 我很喜欢你这么想 男嘉宾 你好 请问您找中国女朋友 还是你们有偏心 他的国家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 我就看我是不喜欢那个人 如果适合我的话 我愿意 那请问您的心动牛声是中国人吗 这个是一个秘密 我不能告诉你 是秘密 你看这就是当过兵的保守秘密 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台上一共有三个中国籍以外的女嘉宾 7号 8号 两位来自韩国 18号来自乌克兰 8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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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给我的那个瓜里后面有你的那个联系方式 对对对 因为因为那个几个女嘉宾的那个就是性格不是活泼 所以那个那个以后那个偷偷跟你那个发写信过来 可是今天你签索重复了那就不办 这个问题很重要 你每个上次留了号码 万一下去收到二十多条短信 你分得清是谁吗 如果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女孩 我就会跟她联系 我不会联系其他的女孩 你好 你好 你是你空军是吗 我老爷也开飞机 他是中国第一批就是陪 就是中国第一批培养的战斗机飞行员 然后他参加过华海战役和平静战役 我以为你是飞行员了 所以我很激动 听起来他很厉害 我以为你要说我老爷参加过抗美的战斗 今日是敌人今日是朋友 我们就不比较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哪个更厉害了 这事儿 世界和平比什么都重要 对吧 对 你同意吗 同意 来看下一条短片 在晚上的时候 我会去一个比较安清一点的酒吧 当主场 我很喜欢唱民谣 还有美国乡村音乐 我平时喜欢玩发本 我已经玩了十五年了 玩得怎么样 你们自己看吧 我平时喜欢旅游 我已经去过中国的五十多个城市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 我听说蒙菲也很喜欢女友 所以我想跟你成为好朋友 现在已经是了 我有一个英文名字曾经说过一次 莫菲 以后好联系 好联系 你送我的那本 你送我的那本上面 有你的联系方式吗 有的 有的 在后面 现在我们也是朋友了 对吧 我也很高兴认识一个 退役的美国同学 如果你回到宜兴 如果宜兴的市长哪天说 这个美国小伙子不错 在全国的观众面前 介绍我们宜兴是一个 特别好的地方 特别适合居住的一个宜居城市 如果他们的市长请你吃饭 你说我给我的朋友蒙菲打个电话 让他一块来吃 记住 好吗 好的 当然 请问您喜欢上海吗 我喜欢上海不过 我觉得上海是一个 特别特别大的城市 所以我喜欢去那儿玩 跟朋友买东西 如果我 我比较喜欢住在一个 小一点的城市 那如果你以后的女朋友 是一个上海人 他希望你能够和他一起 待在上海 请问你愿不愿意呢 这个可以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他会建议你移民移兴 对 谢谢 22号 男嘉宾你好 那个听说你是在酒吧里面做助唱是吗 对对对 那你能不能现场演唱 演唱一些给我们听一听呢 好 好的 什么曲目 这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只要把大事 是要求你 有点 提到 你能够看到 它 在 我的情也渐 我的爱也渐 月亮代表我的心 谢谢 觉得他唱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里面加了很多的爵士的风格 又带有一点乡村的风格 并且带有着浓重的泥土的味道 听上去以后完全与众不同 深刻地演绎了中美人民深咒的友谊 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明白了 夸你 而且只听你的声音 不用看你这个人 就会想象出来 正在跟你发生很多无限美好的事情 谢谢 他主要是和比较帅的男嘉宾 有沟通的时候 就会激动地成这个样子 希望你能理解 你们三位老师 是谁唱的最好听的 Morphy Morphy Morphy是著名的歌星 他最著名的歌曲 目前排行中国金曲榜的排行 在百度贴吧上排名 没有没有 听听 来 这就是他唱的 你抢这个 都是为了看得更明白 爱情的 这个是他的 这是他最新的作品 谢谢两位老师帮我推我的歌 下一条短片 李帅 李帅对中国各大菜系都有研究 最喜欢东北菜 他去世界各地旅游时 都不忘给大家带银杏片 既有他的祝福 而且有当地的钱币 他很有才 这是他亲自设计的中国之旅日历 他很热心 会主动帮我介绍男朋友 他很懂得享受生活 他会亲手做一些小饼干 或者是咖啡带给我们大家一起 他会参加这个节目 最近中文突飞猛进 李帅和所有的女孩 都会自来说 所以选择他的女士 他有足够的信心 要持续 李帅回答现在的速度比较慢 而且平时非常注重私人空间 李帅喜欢长豆包的女生 和有点肉肉的女生 好 最后一位留灯 是23号女嘉宾 给你一个最后的提问机会 你好 李帅 我看了你的个人资料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方面是很相似的 比如说我也是很热爱唱歌 并且我学了八年的Oprah 还有我曾经在美国待了两年 所以我在威斯康辛的 那个Concordia大学 应该是应该听过 那么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 你妈妈从美国到中国来的话 你会觉得你的妈妈和我们住在我们的家里 还是住在酒店 我觉得妈妈应该住在家里 你的问题 他最后一个问题提完了 这个人人留着灯 表明他愿意跟你走 我们征求你的意见 如果你愿意 直接上去牵着他的手离开 如果不愿意 表示感谢 自己走 这个决定我觉得很难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好 而且我对他们的了解不多 其实也不难 不过我已经选择我的 心动的女生 所以我觉得可能 没关系没关系 我完全理解 不好意思 没关系 那很遗憾 再见了 中国朋友们再见 谢谢啊 我觉得那个 愿意跟我一起走的女孩 我觉得她挺好的 不过 因为我心动的女生 已经拒绝我 所以我感觉有点失望 我不要随随便便 叫一个人结婚 我要叫我最喜欢的类型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李亮 今年27岁 来自沈阳 李亮 李亮 欢迎你 看看厂商24位女生 喜欢哪一位 24位女生 对新上场的男嘉宾 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新上场的一号女嘉宾 做个自我介绍 请选择 新上场的一号女嘉宾 做个自我介绍 我今年24岁的男嘉宾 我曾经是一名杂技演员 然后分别在广州军区域 成都军区域 还有著名的太阳马戏 我曾经经常工作过 我希望找一位有固定工作 并且稳定的男士 你最拿手的杂技是什么 我最拿手 其实我从9岁就开始练杂技了 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就是离我最近的这一段杂技技巧呢 就是穿着芭蕾鞋 在那灯泡上面 然后就是在一个差不多 有40公分高的桌子上面 然后四五个女孩 就在上面做一些 非常优雅的造型 你下次有机会在这试一次吗 如果方便的话 好的 好的 好好好 来 问一下 你对男嘉宾印象怎么样 为什么灭灯 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紧张的关系 就是一向来 我觉得好像这个精神感不够 应该是缺乏自尽嘛 我觉得就是再注意一点 就是自己的形象 再让自己看起来 就稍微庄重一点 我觉得 因为我个人 比较喜欢成熟一点的 好 来看他的基本资料 大家好 我叫李亮 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我现在在一家银行 担任大客户经理的职务 从前台到这个职位 我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做到这样的职位 工作压力其实还是很大的 隔三差五就要出去应酬 而且很晚才回家 但是即使再晚回家 第二天的八点半 都会准时出现在 我的工作单位上 我总觉得 老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前半辈子一帆风顺 后半辈子总会有一些坎坷 小时候我无忧无虑 从没被生活烦恼过 现在我感觉 我已经在挫折中前景了 小兄弟 你现在的状态是属于前半辈子 还是后半辈子 属于前半辈子到后半辈子那个 过度 过度 所以现在整体上还比较顺畅 挫折还没有来临 但是你预期到很快就要来临 现在也开始经历一些挫折了觉得 21号 我刚刚看VC2觉得这位男嘉宾声音非常好听 谢谢 曾经看过一本书上说声音好听的男生一般都是好男人 谢谢 然后我想说的是这位男嘉宾现在来看说您还是很顺利的 如果我选了你跟你走了之后那会不会就像你说的我要跟你经历后半辈子的坎坷呢 这个我只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上天都是公平的 因为他不可能让你一辈子都非常顺利 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从小时候到现在 一路走来都是特别顺的 家境还不错是吧 还可以 所以说我觉得老天不会对我这么起来 其实对于什么是挫折 什么叫坎坷 每个人的这个评估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 对 有的人觉得哎呀我今天掉了一个手机 哎呀人生挫折啊 有的人看这问题不算事 如果有机会 孟非把她千分之一的生活经历拿出来讲给你听听 你就觉得你今天在这边纯属不病呻吟 孟严 你今天晚上有时间了 我的那点事也会被网上有些人放大 其实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 当你真的碰到什么坎儿觉得压力特别大 或者碰到困境的时候 我经常告诉自己一句话 事情原本可以比现在还糟糕的 我就是靠这个 一服一服 好的 带一下 我父母希望我找的理想女生 第一是大夫 因为可以看病不花钱 第二是教师 因为小孩上学可以不花钱 第三是公务员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首先要有演员 谈得来就好 但我不太喜欢女孩去做营销 因为我本身就是干这行的 做营销太辛苦 应酬太多 总喝酒 有一些 有一些可能就有点会去回避 像你这种职业 在年轻 对啊 无数人追求 可惜错过那个机会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得纠正一下 你父母那个说法 对 什么叫找医生可以看病不花钱吗 我觉得我不知道啊 但是你说找老师可以读书不花钱 这个我告诉你不可能的 找谁都得花钱 找老师做私人家教不花钱 但是你还有个问题 你教什么科对不对 对啊 还自己付出劳动力 所以别让人以为就是 对 这是一种社会上不正确的认识 孟非 你觉得哪个职业女孩找对象不好找 他觉得那三个好找 哪个不太好找 别的职业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我们单位的女记者 女编导剩了好些架不出去 这职业不好找 但是呢 我们就没有把《非诚勿扰》的舞台 变成我们单位的福利 开上站几个女编导女记者什么的 倒是经常有人提出来 但是我们 我们不允许 经常有很多男嘉宾 在女编导面试的时候说编导 我不想去了 我就要你 5号 你在那儿笑什么 没 没笑什么 我在发愣呢 我觉得5号永远都带着笑容 看什么事都那么高兴 你看他还没说什么 你在笑的就不行了 没办法 我天生带喜气 好 来 24号 他天生有点喜气 你呢 我是外表看人特别厉害 其实内心 我看你天什么时候都凶巴巴的看人 今天有变 对对对 今天昨天 昨天从二号你发现他说话开始变得温柔 是是是是 有明显的突破 上一期乐嘉师傅说我来着 然后弄得我这一直内心特别 对你回去以后 把壳给我摘了 对你回去以后 拽无了 是是我老了 产现在所有人面前 所以我特别难受 哎 没 我觉得你现在说话 柔布拉奇挺好的 原来凶巴巴的 呃嚣我都怕 好 下一条短片 李亮同志工作能力很强 业务水平很高 酒量也很高 他特别能喝 上回我们聚会的时候 4个人 白酒4瓶 红酒4瓶 啤酒72瓶 啤酒之后都直接爬马桶上了 他睡觉的时候不喜欢旁边有人 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住 他说死不让我跟他一起睡了 自己到地上去打地铺 让我一个人再床上睡 他7年前是个胖子 230斤 4年前又是个瘦子 140斤 这90斤是究竟怎样减掉呢 因为他靠他的一点和动力 因为他发现在230斤的时候 他离乡车和美女越来越远 他在140斤的时候 乡车有了 现在就差美女了 其实我也差一个美女 老22号 有问题吗 就是你刚刚说 你睡觉的时候不习惯憋 就身边有人 那如果以后结婚了怎么办 那个时候他就喜欢了 好 问题问完了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前列 上去灭掉一短声回来 有请22号 24号 我们来看李亮的心动女生是 10号张磊有请 你选择一项继续了解吗 选消费官 好 来看三个女孩的回答 第五项 第五项 22号 适度消费每个月三分之一的收入 用于储蓄剩下三分之二用于消费 对奢侈品没有特别爱好 10号 自己是间歇性购物狂 但不盲目不浪费 平时收入多用于在服饰化妆品上 24号 月光族 提倡上今天的班 睡昨天的觉 花明天的钱 哎呦 真有合理 好 选一个你最关心的问题 你怎么可以继续了解 我想说当爱情遭遇事业 你会放弃哪一个 这两个是不可调和 只能二选一是吧 对 我会选事业的 我不会选爱情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 如果能见 如果那个对方 不会给我坚定的信念的 我不会相信他的 他给你坚定的信念 不可能 所以你就根本不相信男人 我不是不相信男人 如果一个男人 给不给我坚定的信念 我自己有感觉 对 你现在感觉他已经 给了你坚定的信念 那你会放弃 那你 我没有这感觉啊 他假设 假设 假设你不懂吗 假设 那 呃 换句话说 如果我看对一个人的话 没有任何理由 就还是可以放弃事业的 对 还是可以 但是得分人 就你要给人家坚定的信念 坚定的信念 中间那女孩10号 这些心动女生 法人 法人懂吧 懂 你让她放弃事业 我看看10号怎么回答 你让她放弃 没有关系 她爸爸不答应 关于男嘉宾那个问题 我会选爱情 因为我以后的老公 就是我的事业 谢谢 22号 无论怎么样 我都不会去放弃我的家庭 因为我觉得 作为一个女人 家庭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作为一个贤妻良母 谢谢 听完三个女生的回答 你要做出最后的决定 坚持选择10号 有可能被拒绝 独自离开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顺利带走一位 你最后的决定是 心动女生 好 两位女生请回 往前走两步 最后30秒钟 争取一下 可能今天比较紧张 我现在这个麦克上全是汉 可能给大家的印象 就是说比较内向 其实我是一个 外表给人内向 其实我是一个很懂生活 很幽默的一个男人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 已经很成熟了 希望你能接受我 10号 首先我因为你 我第一次站在 这个心动女生的位置上 我很高兴 其次我 像姐姐有说过 我在一起四年多年的男朋友 他是沈阳人 有句话说是爱无极无 我觉得我有点伤无极无 对于那边的人 我有点怕 所以不好意思 可以遗憾 力量 谢谢 谢谢 好 刚才属实紧张 我觉得现在之后下台来 如果能让我重新上一点的话 我觉得我会表现得更好 现在属实是放开了 最后的时候也感觉放开了 也不像是刚上台之后那种感觉 这基本大脑一片空呗 什么也不知道 如果想了解更多 关于我们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81112 加女嘉宾面号 发送到10666666620 或者直接登陆 博博高音乐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但是我们最希望的 还是你们能够通过 各种报名方式 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追求你们的幸福 节目最后 感谢博博高音乐手机 感谢伊利果汁油酸乳 感谢奥康鞋 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